我们要维修箭头和箭尾的话 首先要准备这些工具 新的箭头、新的箭尾 以及胶水、镊子、刀片和老虎钳 或者是您换成一个其他的金属硬物 比如说锤子也可以 如果是遇到这种断了一边的情况下 最好就是拿这个钳子然后把它夹出来 嗯 这里要花一点力气 然后就可以了 就根据刚才那样子就可以操作 嗯 先把它就是这个地方先给它涂一点点浇水 这是维修我们的箭尾 然后把它放到这里 然后要注意的话 就是这个卡的地方 要把它正对黄色这面槽 这样子放进去 就是侧向是吧 对 一定要正方向对着它 对着这个黄色的 对着这个足远 然后把它敲进去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卡件是这样子卡进去的嘛 嗯 这样子就可以了 等它干掉就好了 对大概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才会干透 所以修好这两个小时之内不要用 我们现在修箭头 箭头的话先把这个箭里面给它放一点浇水进去 把它四周都放一点点 然后再把箭头放进去 再敲一下就好了 要注意有一些它可能这旁边裂开了 所以你的手不要握这里不然它就会被沾上 这样子就可以了 嗯 这个也一样浇水放上去之后最好静待两个小时再使用 我们先修箭鱼的话像这种情况就需要先把这个烂的然后给它削掉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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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削到上面基本上没有浇水的时候这样子就可以了 就比较平了 嗯 嗯 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箭鱼的维修器 好 你看啊上面呢它其实是有那个刻度的 然后拿上我们要的那个羽毛 然后把它放进去 你要先比对一下 先把这个键呢先放进去之后 转到相应的位置 差不多就这个位置的时候把它放上去 然后你要调整 调整的差不多就是三片羽毛都差不多宽的宽度 然后看一下它要到哪个位置呢 它要到嗯 3.5的这个样子 然后你要把它取下来 然后放到3.5 然后放到3.5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它涂上那个胶水 在放上去之前要记得先涂胶水 然后把它按住 按住要停留10秒钟是吧 对 让胶 让胶 与我们的键杆彻底的接触好 再松手 这样可以保证这根键羽 使用的寿命更长 不会轻易的 大家看一下 像这种情况它就是扎到硬物了 然后把箭头扎进去 像这种情况的话 它就一定要把箭头这部分给它截断 然后就可以用这个简易的截尖器把它从这里转开 然后它就会往后移 然后移之后呢把它放进去 放在中间这个位置 然后再把它扭进来 把下反的方向扭 扭到差不多裂痕稍微过一点点的地方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就可以转了 这样子一直转一直转 然后转到差不多的时候再扭一下 转到差不多的时候再扭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一定要慢慢的来就可以 再讨论一下 拉来 转到我们的把箭头 下转